国防部今天早上开记者会说 我们的志愿一军官兵 今年冬季的制服要改了 帅到不行 陆 海空 海陆各军种军官举手敬礼 他们身上的夹克 可是未来国军的最新服装 艾森豪短夹克 国防部预计年底前换装完毕 这件新夹克参考二战时期的美军制服 因为当时美国的艾森豪将军长川 所以被称为艾森豪短夹克 配合蔡总统要求 三年内提升个人服装及装备 所以国防部长洪世宽核定 以鹰艇帅气舒适为目标 由各军种各自招标 平均一届要价3000多元 高于旧款的1200元老式夹克 整体换装经费大约要花2亿 兵级名牌 团体弊章和勋奖公表 都会配挂在外套上 新夹克帅气有型 不过外头只有胸前两个口袋 内部一个口袋被认为功能性不如就外套 但换装这策底定 11月底将分阶段播发 到时候各军种将会有一番新细项 好 这一次我们看到那个夹克 真的不太一样 跟一般我们以前当面的时候 穿的都不一样 不过好像自愿意才可以穿 今天他们这一次的焦点话题 就是国防部要为未来的军便服 换穿新的夹克 哪里不一样 以我们现在的军便服夹克来讲 基本上来说就跟以前我们念高中的时候 穿的那样一个大夹克 其实差不多大 长长的是不是 对 然后他们现在要换的夹克 其实是类似艾生豪短夹克 但其实这种短夹克是当年美军的 他们的一种这种便服的一种夹克 其实这种夹克你可以看到很多 像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喜欢看 当时就是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影集 有10集的叫Bando Brothers 第10集的时候 他们又因为已经部队打到奥地利 在奥地利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 在那边修整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的军官 基本上都穿这种形式的 也就是这种形式的夹克 那当时美军他们这一套夹克的 其实他所使用的这个位置是在什么呢 也就是部队在驻地 重点在驻地进行修整 本身不担负战斗任务的时候 他们要穿这样一个 非战斗时期的这个夹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本身的设计 其实真的是相当美观 另外你看 我们这一次 他们这个国防部的例行记者会 找了三军一队的官兵来穿 那你说三军一队的这个官兵 当然每个人的体格都 汉操爱好啊 汉操好啊 雄揪揪气啊 那这样穿起来就很像人一样了 最主要就是这套衣服 他们我们刚刚讲的 他主要的要用的用途 其实是在部队 就是整补那个 就是在部队驻地的时候用的 也就是说 今天这套衣服 其实并不适合在作战 或者说是 并不适合在这种 就是作业的情况来穿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 他这套衣服 他的这个外形 你看他这边 而且呢 因为这次 我们现在这个军便服 受大家诟病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过去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军便服穿那套夹构 要打领带 后来我发现 为什么他们先后来领带都不打了 因为你领带领带不打 穿那个外套 的确整个人给人感觉 就啪啪的 你知道吗 就没有那个 不够挺啊 没有那个军人 雄揪揪气昂的那个气带 那但是来 他们你 我跟你讲 你要注意到 这一套这个夹克 他如果要穿的话 就一定要搭配领带 你就一定要领带 这套衣服才能看 要不然的话 这套衣服也是难看到爆啊 所以呢 那我们刚刚讲 他既然是一个 在驻队整训的时候 那等于说是 非战斗执行任务时 穿的这样一个外套呢 因此他其实本身的 实用性并不好 我必须要说 他实用性并不好 实用性并不好 只是好看 好看不好用啦 没错 你讲到重点 真的是好看不好用 首先他前面有两个这个袋子 那当然他 你会说 以前过去的这个 我们这个军便服的这个外套 他那个口袋是在这边的嘛 那当然他有这个外带 也有里面的暗袋 然后这边有个胸口 一个暗袋 那甚至于有时候 他这边也会开一个 胸前的有一个那个袋子 也就是整体来说 那如果是过去旧式的 军便服的这个外套 他其实有 至少有1 2 3 4 5个口袋 到处都是 对 那其实呢 因为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本身的下摆比较大 所以呢 也可以藏很多东西 当然这个衣服好看不好看 我个人觉得还是 要跟人有关系 那当然 你讲到军服来说的话 那军服啊 这个历代 这个古今中外 军服最 那个一般的这个军服 最帅的这个 当然要属二战时期的 德国军服啦 真的 他们最好看 其实二战时期的这个 德国军服是BOSS 帮他们设计的嘛 那当然 Hugo Boss啊 对 BOSS 对 没错 那当然BOSS并不是 专门替纳粹设计军服啦 怎么说呢 因为他其实 在普鲁士时期呢 就帮普鲁士的那个时期 就设计了相当多军服 当然这个Hugo Boss啊 当然当年替这个纳粹 就是等于说 把他这个整个军服 精致化以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现在很多人 说真的 迷上纳粹 可能都是从他这个军服开始 因为说真的 他的军服真的帅 你从视觉效果来看的话 今天我们先不 我们要先讲 这个纳粹 我们没有崇拜纳粹没有 纳粹分子 其实可以说 纳粹那个可以说是 人类历史上犯下罪行 可以说最多的一个组织 但是他们的衣服 衣服有型 在一开始的时候 的确吸引了很多人 还不明了 纳粹的这个真谛的时候 那些人呢 对他们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崇拜 像你看 目前这个镜头上 这个希特勒 当时希特勒你看 穿这个军服 你看以他来讲 他这个长裤是穿上来以后 外面再照一件这个罩衫 然后呢 然后甚至还有时候 穿这个皮着这个军装 大衣 对 皮大衣 那这个皮大衣 你可以看到 他是真的皮着这个大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人那个军服 给人感觉非常的俐落 而且整齐 剪裁又十分合一 有腰身 甚至他旁边 捏德军的这些将领 你可以看到 那个肩膀上 那个领口 绣着红色这个将冠 它本身其实也都是 那个可以说相当的漂亮 当然以纳粹军服来看 我们看到这张图 最特别的 其实是赫曼戈林 这谁 赫曼戈林 他那个当时在德国的官权 是 那个帝国大元帅 大将之一 他呢 其实是 在纳粹党里面 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号人物 一直到二战结束的时候 因为他打了一封要命的电报 说 我现在已经跟那个元首 你已经丧失这个通联了 那如果说 我是不是可以假定 我在哪一天之前 都没有得到你的讯息之后 就可以假定 你已经为国殉国了 然后我就可以接任 德国元首了 然后这封电报 处诺希特 把他给格制了 那但是当时 那个赫曼戈林 其实是一次大战时期 一个空战英雄 然后呢 他在整个纳粹的 这个薄薪的过程之中 然后那个 他其实是鞠躬绝尾的 然后那当时 也因为我们刚讲 他是纳粹第二号人物 所以他其实整个 在纳粹里面 他有一套非常特别的军装 是帝国大元帅府 只有他有的 只有他有 别人也没有 那当然像龙美尔 龙美尔当然也可以说 是二战时期 三大名将之一 那当时你可以看到 他在沙漠指挥部队的时候 穿着这套衣服呢 他本身也是其实标准的 德军的这个皮外套 然后外面上面 加上一个风镜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 他这个衣服 那个是很适合 他当时在沙漠时期 等于说给他留下了一个印记 等于专门一个标志 甚至你可以看到 他的衣服 在北非执行作战时候的衣服 也是一个 这个沙漠色的一个衣服 这些衣服都是HUKO BOSS设计吗 基本上都是 全是 对 全部都是 当时你看HUKO BOSS 他其实在1934年的时候 帮德国这些军职人员 设计了相当多的衣服 对 其实你看 包括这个 那个是德国的 那个武装侵卫队 这个武装侵卫队 他上面这个呢 是武装侵卫队的头子 叫Himmler Himmler-Himmel来 然后这个当时 那个侵卫队里面 其实他也有 那个有相当多的这个部队 也就是说 像比如说最有名的 这个希特勒的那个 禁卫师 那个Life Standard Adolf Hitler 他当时呢 是由希特勒禁卫师来 是穿这样的一个衣服 当然你可以看到 他这边其实有 SS其他部门的人 这个最时尚 对 那当然 这个是他的那个 那个一个 类似像小礼服 然后你可以像 他这个是SS的一个军官 然后这个是 那个武装侵卫队的 一个那个人员 然后另外他你可以看到 巨礼是大衣 武装侵卫队的军官 而且他们的颜色 你可以看到 都是用黑色 黑色给人 当时一种非常就是 可以说是一种 非常具有权威性的一个感觉 而且外加你可以看到 他穿他的这个衣服 你可以看到 它是用那个马裤 骑马裤 然后配上骑马用的马靴 所以你看到 可以看到 到这里 对 他的马靴是到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本体 就是说整个这个衣服 会让人感觉非常有精神 而且非常就是有 非常有那个望之谜高 这个养之谜坚的 这样一个整个军官的 这个气息都出来 再加上其实整个 普鲁士社会 当时也是一个 相当上武的一个社会 所以让军人 有一套好的衣服 其实对军队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纳粹军服 其实说真的 以这个帅度来讲 当年你可以看到 这当年德军那个 包括像你看党卫军的 然后空军的这个军服 然后这个是空军的军官 那你当然说 讲到二次大战德军 让大家最有印象 其实是这个 1935年型的这个钢盔 这个也是Hugobo的设计 不是 这个倒不是 这个是其实从当时 德军的这个钢盔 一路演化而来的 但是1935年可以说 是当时德军的钢盔的一个定型 甚至于我们中华民国的中央军 中央军在那个 十年建军的这个过程之中 也因为当时引进了 这个德制的这个设计 所以其实他当时的部队 也有相当多的中央军的部队 就换了这种M1935型的钢盔 对 但这种1935型的钢盔 其实后来实际的大战的这个推移 德军的这个钢料越来越少 所以他这个钢盔也做得越来越少 当时你看到这个1935型的钢盔 它搭配其实是俄罗斯 冬天前线的这个衣服 为什么 因为冬天很冷 其实当时你德军那套大衣 对不对 它当然好看好看 是真的很好看 那个帅气 就像你看那个大风衣一样 不保温暖身 但是其实如果碰到俄罗斯零下40度的时候 那真的还是没有办法 能够达到保暖的效果 但德军的这个作战的这个部队 你看还有像他这个是德军的宪兵 宪兵你看他穿这个大衣 而且因为宪兵常要骑摩托车 所以他这套衣服 还不但能够防雨还可以防风 像雨衣一样 像风雨衣 但其实整个二战时期 德军这具特色的制服 其实也是在武装党卫军 你看武装党卫军 他们有一个武装党卫军的这个部队 其实他本身是一个战斗部队 他等于是把德军 去加入纳粹党的这些精锐拿出来 给他们最好的装备 然后最好的衣服服装 所以你看当时在欧洲战场上 他们就已经用到这个迷彩服了 其实我们当时在 你可以看到当时的盟军的影片里面 或者是照片 当时英军然后美军等等 都还是穿一般的那种 就是作战的制服 然后就是我们通常俗称 类似像草绿服那样的衣服 他可能上下单一统一个颜色 但是你看德军 由于在那个俄国前线 那个打了非常久 所以他们知道这个迷彩服 其实对于战场的 这个掩蔽效果非常好 所以你看当时 以党卫军的迷彩服来讲 他甚至还分有春天的迷彩 跟秋天的迷彩 都不一样 对春天当然是绿点点比较多 那秋天的话就灰点点 或是那个土黄色点点比较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本身还真为了当时的 这个整个作战的这个形态 跟气候去设计了 专门设计的这个迷彩 现在我正在绿点点 我这种迷彩 我不是什么的 那种迷彩 我这种迷彩 你这个迷彩 我这种迷彩